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迦南大郡之父 巴田羽翼 今日位于台湾台南的关田乡一带 在1920年代是一片荒凉 并且不被上天眷顾的土地 然而有位年轻的日本吉思贡献所学 用他毕生的心血及充满人道关怀的精神 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他就是巴田祭师 排除了万南 完成了亚洲第一座半水城市水库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乌山头水库 不但造福当地的农田水利 也使加南地区的农民 被他充满感激与怀念 巴田祭师于1910年来到台湾 以坚韧不拔的毅力 推动了乌山头水库工程 这本来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但极具才能 极具有胆势的他 采用半水城市的工程法 以最少的人造材质 搭配台湾年性高 含水量多的土壤核性 建造出一个最合乎当地生态 写去世界规模的水库 巴田祭师花了七年的时间 完成了整个工程 并且在1930年 成功引进增轮溪水 水库就像上天四宇 欢天香的珍贵礼物 水库的水灌溉了这片土地 农业生产量奏征 赋予了加南平原 新的生命和价值 而后加南平原 更有台湾古昌之称 造福了台湾民众 青山良田 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 所谓饮水思云 在欣赏如此美丽的 乌山头水库之际 让我们也感恩当时 具有前瞻性思考 并充满人道关怀精神的 巴田祭师 为了建造水库 一群不为人知 默默付出的人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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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